住口其中央 花中了耶 阿,你套到了,你好棒喔 午安,歡迎回到FriendBitch情 今天莫名其妙,來的馬武都 是統一度假集團的 一個很誇張的飯店 就是結合了室內跟室外各種設施都有 也是屬於主打金子啦 金子放進去就對了 因為今天有下雨喔 所以坦白說來馬虎都也算是體驗一下下雨的馬虎都能不能好好的玩 乖乖勝 完全沒有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休息現在12點 不然沒有工作人員幫我拍照 所以馬虎都中午的時候是不會有工作人員的 我們還是先躲起來吃飯好了 先去檢餐店嗎 先來喝 拜託你手機要升第二台 我們這裡拿一個沒有第二台的 這個電梯跟 LEGO店有的拼 哇我們好驗驗喔 這電梯怎麼了 應該去這個高度園再一次了 我們那時候真的馬虎的肚子有去過 嗯它的景倉的價格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 景點價 人家說 五個小朋友形成一個社會 我現在終於懂這個意思了 做為大人們嘛 大人就在這裡耍廢 這裡有一整區 親子活動的地方 然後這裡就像槌球喔 槌球 欸小鬼 槌看看槌球槌球 示範一下快點 他媽是當槌嗎 哈哈哈 闖關遊戲 進洞嗎 進洞 成在進洞喔 開外掛 推 進洞 進洞喔 成在進洞喔 耶 趕快咬 咬起來 行不行啊 孩子生的時候都咬不起來了 搞什麼鬼 搞什麼鬼 巨型的西洋棋 還有象棋 欸 塑膠的 這打到人應該是會痛的 哇這巨型象棋 趕快踩 不過這應該是王欸 下棋 下棋 太遠踩不到嗎 下棋 跳 跳 跳下去 跳 勇氣可將 啊行不行啊 我已經掉了 把他掉下來 你把他當盪鞦韆啦 你把他當盪鞦韆啦 這個沒事 你不要跌倒了 你要路這邊啦 要路這邊 是哪個 是鵝子啊 你不要跌倒了 耶耶耶 腳踩耶 欸還蠻高的耶 我覺得 加速了 快到終點了 你抱腳快衝死了 晚上無法發力了 老婆 無法用衝刺了 剛剛那邊真的是 耐死我了 去玩噴水好了 哇好玩噢 水槍耶 啾啾 夏天就是要這樣子喔 啊 射 第三胎 射 哈哈哈哈 前面一點點 這樣手頭才比較多 好可以 好 好厲害喔 天花 欸 你怎麼撞到了 你怎麼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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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鎖了 你生成就了 要上來了是嗎 你要上來嗎 有了有了 衝了 去判射水箱 哇 寶貝射好高喔 寶貝射 射 哇靠 這張球太Over了吧 看太大了吧 這超好笑的 哈哈哈哈哈哈 太大反而丟不進去 你看 欸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喔 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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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球太大聲了吧 哈哈 哈哈 哇 哇 哇 哈哈 你過來玩 好強喔 好強喔 這裡還有一群 小鬼釣魚的地方 總之是 很謝意 鞋子 槍槍 釣魚 他釣魚 衝 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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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力活 成功了 拍拳 哇 哈哈 哈哈 撞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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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撞牠 快點 欸他倒了欸 欸他怎麼不會起來 四男年就跳最後一個就好了 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 撞牠 哇 差一點欸 撞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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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都度假飯店 這個飯店是我在網路上的一個社團 買一個團購的方案 是快6000塊 那它會包含了一些 DIY的活動 哎唷嘞 闖關活動 就是夏季限定的 哇 它在炫耀它的 TOMICA 挖土機 它整個房間感覺就是非常的明亮又舒服 你知道嗎 兩大一小的入住方案 所以就是兩張大的雙門床 這裡就是親自彩繪的塗鴉牆 把冰箱呢 會藏在這裡 當然是空的啊 至少它頂多送四瓶水啊 它有一些茶包泡 可以泡茶啦 然後它有熱水湖 這個還有 進門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 掛衣服的區域 然後拖鞋就會藏在這裡 那廁所呢也很簡單 這個廁所是沒有浴缸的 所以如果有小孩的話呢 都特別去跟他講我需要澡盆 你坐得下嗎 哇 有耶 你還是可以簡單坐一下 好Sweet喔 那簡單的貝品呢 基本貝品簡單都還是有的 有小孩的耶 好可愛喔 TOMG還是有的 來這裡呢 住宿是次要的 重要是體驗一些它的活動 它有室內活動跟室外活動 6000我覺得偏貴一點 然後沒有晚餐只有早餐 它呢從早到晚都有一些體驗的活動 那這個就是它的闖關活動的啊 我們還特別去蓋章耶 還差兩個 等一下去二樓蓋章 它就會送你一個禮物 就瘋狂頂 對 有得玩有得頂 小心嗎 你在偷窗 我沒有是我在靠手槍 你是在那邊偷搭手槍 寶貝今天開心嗎 寶貝幫你擦擦 喜歡找囉 開心嗎 小子你要不要在來玩 要不要 累了 擦著頭 寶貝你擦瀑布好不好 今天你最喜歡玩哪一個 真的 你喜歡玩水水嗎 喜歡喔 那下次還要再來玩嗎 好嗎 寶貝一幫你穿布布的喔 好不好 好快點 耶 宵夜巢 你幹我的杯子怎麼不見 不要薯條 有 點個三份 人生就這樣真的在 好過 全部在吃吃宵夜 原來豆腐太多 變成兩代 你從小就這樣跟著大人這樣子 宵夜巨然後吃得很開心 你不要喝奶茶就好了 小小的年紀就在那邊吃宵夜 吃奶茶 很開心 吃喔吃喔吃 謝謝小胖 2個妹 2個妹啊 2個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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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喝喔 你們兩個都超小 你們兩個在幹嘛 抓到了 小小年紀 滾瘡刀 小小年紀 跟妹妹 滾瘡刀 早安 歡迎回到Family去一起 現在全部都起床了 可是呢 小孩子不受控 因為這個沒睡飽 小孩子在這邊 精神很好 他有自己起來嗎 有啊 是自己起來的啊 好啦 我們來先去吃早餐 吃早餐 走走走 吃早餐吃早餐 早餐就還行嗎 Buffet 欸 但買的話 早餐好像四百多塊 我們來聽一下真心話 還行不 早餐可以了啦 差不多是這樣 別人家座也差不多這家子 冥不冥不冥 冥不冥不冥 退房了!小朋友們 馬五都兩天一夜結束了還開心嗎? 三百八空糧飯 哈哈,三百八空糧飯 走走走走走走 沈貞,萊子開心嗎? 有玩很多嗎? 那你最喜歡玩哪一個? 你也是開車的 是你的泳圈吧 是有方向盤可以讓你轉轉轉 像開車對不對 對啊 那這次呢 它的那個溫水泳池呢 它其實不叫溫水 它叫熱水泳泳池 也是少數呢 度假村會有這種配備的 那整體體驗呢 我覺得還是偏小規一點 尤其是沒有包含的晚餐 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呢 我們等於晚餐時間呢 還要特別開車下山去吃 實在是有點不太方便 若是它的專案方案 如果可以包含晚餐的話 就會覺得很划算 因為它的晚餐呢 一個大人就要一千塊貴稅 加上小朋友 只要是超過六歲以上呢 就要收七百五貴稅 那如果是超過三歲呢 就要收一個人一百塊 所以整體我們這麼多人算下來的話 哇那加起來應該也要 七八千跑不掉了吧 我會建議如果你們想要來 入住這一間馬五度飯店的話 可以看看它沒有 它的專案方案是屬於 一泊二十的可能會比較方便 我覺得這次的住宿體驗啊 它的玩的東西呢 其實都還蠻適合小朋友玩的 尤其是游泳池 它可以玩得很開心 因為它有室內跟室外 所以兩邊都可以玩 只是這次我們就沒有體驗到 室外的游泳池 這就是我們兩天一旦的 輕旅行簡單小開箱啦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就下次見 掰掰 掰掰 跟大家掰掰 掰掰 幾次 玩笑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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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